笔电市场现在未见反弹 再加上平板电脑低价的平板债火激烈 笔电品牌厂红基公布了第二季财报 不如预期出现了亏损 营业竞损超过了6亿元EPS-1毛3 总计上半年EPS来到了0.06元 现在展望第三季 红基只能够靠平板系列火力全开 才能够稳住整体的营运 靠着低价策略奏效 红基第二季全球平板市场 几近市占排行前五名 不过还是抵挡不住 传统笔电市场需求不振 第二季财报面临亏损命运 营业竞损达6.13亿元 EPS-0.13元 也是近七季以来本业再度亏损 对股东造成了一个很重大的伤害 这个部分实在是很抱歉 尽快的把工资能够带到 或者发展到 可以成长 可以获利 NB产业挑战重重 董事长王振堂不断对外喊话 今年要力拼赚钱 但是总计上半年营收 1813.51亿元 年间18.9% 事后净利1.71亿元 EPS-0.06元 主要是因为低润价格上扬 对毛利造成影响 加上和国外设计公司有合作专案 使得营业费用增加 第三季跟第四季PC啊 整个已经比较稳定 那Windows 8的接收度慢慢在回升 上半年占整年营业额的45% 下半年大概55% 另外观察 研调机构IDC统计 宏基上半年笔电出货量约 982.1万台 虽然下半年预估旺季出货量增 但还是会比2012年衰退 加上平板拉货力道趋换 市场买气恐怕出现低延 要如何扭转颓势 将会是王振堂首要考验 林松称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